就是盲拳打死老师傅 今晚你是否以为他认识我们要玩天光 不错 欢迎大家收礼游戏节目什么玩法 又回归我最主要玩的卡游戏时段 不过不好意思小弟 今次这个游戏真的不太懂得玩 所以今次邀请了我的好朋友Brian 来教大家如何玩这款游戏 大家好,我是Brian 我是一个游戏培训导师 懂得培训之外,玩游戏当然很厉害 今次我们玩什么游戏 玩这个叫做瑞士牛头王 快知道有这么多牛头在这里 你快点看我们玩玩家一起玩游戏 刚才我都说了,我不太懂玩这款游戏 所以以下的教育时段我会交给Brian 去便 在桌上你会看到已经排了四行 我们每个玩家都会有十张牌 简单说我们会将十个回合 每个回合玩家会将一张牌 盖上放在这里 现在我放了一张十九 如果我有对手放一张十五的话 我们会数三声一起开牌 开了之后就会由数字较小的开始排下去 就像我这样 十五背牌 他会排在哪里 会排在他对手最近的号码 即是排在十三这里 然后我十九会排在哪里 就会排在十五后面 但是每一行 他最多只得五张牌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第六张牌 就会重复所有前面的五张牌 这五张牌就会放在我前面 他就会成为第一张牌 这一站在我前面的时候 他就代表我有几张牌 上面有一、五、三这样的牛 最后会看看哪一个是最多牛头的猪头 好,大家请起筷 我要这一口 这个呢 OK,大家有没有哪个数学是看我老师教的 没有 可不可以吗? 我们一 谁用这个副牌的 一二三 十一 有没有小过十一 没有 那我们十一牌先 对,我帮你 十一之后就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二就在这里 二十三 这个人是多少玩我呢 数学字用的字角 二十五 接着到三十了 三十,对吗? 三十在这里 差点看来 你多少 七十八 五十九 五十九 七十八 哇 我瞬间帮你 好 那,到第二个我们一起 简直是买一身那边 没错 五十九 一百 恭喜 恭喜你 我贏了 你贏了 你贏得的 衣服 你想吃哪行你自己選 因為他最小 他摺不到後面 他就要吃光整行 但這隻有三隻牛 為什麼都是這行最少 不要提他 這些是 是 你選哪行 你肯定 4 接著 5萬 牛鍋王 吃了就爛鍋了 好好吃 我是90 最近 你多給我幾個 他給你 為何是98 這個是86 他算是對的 他看錯了 這個是AE86 試試一下 3 2 1 8 你選剛才 這裡 你想清楚 你先想清楚 這遊戲是吃最多牛 對 吃最多牛 我們這個是放題 你吃得少就吃 吃得多就賺 你不要救他 好嗎 你救他 他治療 我們可以fade out 是嗎 你說你不知道玩什麼 但你贏了 你贏了 我真的不知道我玩什麼 10 10 10 15 15 20 23 放題都很划 17 17 18 15 24 你又好啦 我也是15 我以為自己吃了這隻 很糟 你來 你來 勝利的手 真的 我們今屆的冠軍在這裡 謝謝今天 我們的遊戲培訓導師 Gryan 教我們玩這個牛頭 其實我白不懂 跟隊友就不太配合到 小小玩 我五歲開始已經會玩這個遊戲 下次技術成分高一點 大家就知道我的真正實力了 這個蓋棉胎的心態 就贏了 迫不過新手光環 有一點失進沒辦法 我下次也會回來報仇 我覺得對數字其實有點敏感 謝謝G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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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他沒吃仔 你無敵司機 最寂寞 不知道要玩什麼 但是 就是玩完了 每個遊戲都報仇 好像沒空 你不要再贏了